SAN VOTAS 大家好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景点 就是Gesaria Stupa Gesaria Stupa Stupa的意思就是 پ的意思 如果每一个塔如果有安奉佛陀舍利的话 那么我们叫做佛塔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叫佛塔 只是叫做宝塔 所以在这个塔就没有安奉佛陀的舍利 所以我们只是把它称为Gesaria Stupa 所以这个景点最主要就是说 纪念说当时洗大多太子从加毗罗魏国 离开王宫出家修行 然后他来到这个地方 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岛石的地方 他在这边遇到第一个岛石的地方 过后他就是自己在这边剃度为生 就是说他自己落法 然后自己穿起出家人的衣服 所以这个地点就是纪念洗大多太子出家的地点 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将要成为佛陀的这些圣者 只有他自己可以落法为生 然后接下来就所有的人就不可以了 如果一个人如果他自己落法成为出家人的话 佛陀的教法还有在的话 这种的出家人叫做假和尚 所以现在所有的要成为佛陀的 佛教的出家人必须要由导师传授出家戒律 要有其他的出家人证明说他是如法的受戒成为出家人 不然的话他才是叫做真正的假和尚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洗大多太子将要成佛 他才有那个资格自己落法为生 所以这个地点主要是纪念 纪念这一点 就是佛陀遇到洗大多太子遇到第一个导师 然后他自己落法为生的地点 所以过后他直接前往菩提迦耶 直接前往菩提迦耶 继续修他的苦行 到最后在菩提迦耶成为佛陀 然后这个地点就是在佛陀最后一年八十岁的时候 他要将去菩提迦那边那个地点入灭 所以他就有经过这个地点 所以这个地点在佛陀的一生里面 只是经过两次 第一次就是他出家 过后他就要进入涅槃的时候 他就经过 所以这个地点其实跟我们的佛陀是有关系的 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方跟佛陀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来参观来吵拜这个地方 然后拍照纪念这样 所以大家就是介绍这个地方的一些点点滴滴 因为这个地方的离开城市呢是很偏僻的 所以呢这边的网线呢是很很弱啊 所以没有没有办法开直播给大家 所以有一些地方的没有网线 所以有录视频 因为他这边是很偏僻的离开大城市 所以网线会比较弱 所以没有办法开直播给大家 tidepm 然后呢这边离开 另外一個聖地,就是魏舍梨 大約是一小時多的路程 所以我們的下一站呢,就是去朝拜魏舍梨 貝人,手撓掃,寶寶 貝人,貝人,貝人,貝人 貝人,貝人 貝人,貝人 貝人 貝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rom 12th century to 18th century 600 years all buddhist people they run away from their temple to the mountain because muslim conquered the country and their rulings they try to destroy all the excavations here you will see the brick spot antiquities is there so we are standing on stupa don't think we are not stupa is started there stupa up to that fence very soon they are doing the excavation they might find more antiquities and we will see from downstairs this one so it was eight layers eight layers represent middle path of buddha eightfold path and each and every niches there was a statue of lord buddha you can see his one hand is touching the ground it is called earth touching posture while he sat under the bodhi tree he was in this position i will explain you about another posture mudra but he this is the earth touching posture now sufu will explain you chinese he said yesterday actually know this is what you know we look at here stupid buddha9 is not useful but he stood up here looking at his face was like a snake 它起到那些表面的 這麼大的 所以我們不如看到這個火箱 其實是讓這個火箱頭來破壞到 因為火箱頭來這邊佔領 所以我們火箱大地 人的印度消失 就是因為火箱的人來這邊 attack 所以我們來這邊所在 就是要來了解說 我們在大陸體諸裏去挂降 地口舌便都會建設 所以這就是日類會去煤瓣 一起去煤瓣 所以我們這裡的火箱頭也是會成的 所以我們在大陸體諸裏 是在这边都在这边的老师 还会自己论骂自己的成家 然后在这边的 这一年是这样就叫做出行小行 出行小行 所以既然是这个所在 所以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 它是没生活过 然后在这边 它是在头上去到佛陀的 在佛陀佛陀 然后要离开时间差不多 八十回 所以我们来到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祭典呢 就是来参观参观这个宝塔 基撒利亚宝塔 所以这个宝塔呢 如果超胜者一般上都是来超拜的 因为它是跟佛陀有关系的 所以只要那些旅游地呢 跟佛陀有关系的话 我们都会来超拜的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 138人138人 这个地点有138人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在郊外了 很偏僻的一个地方 是在郊外的地方 是在郊外的地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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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